当时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个EB2EB3硬品里面 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这个公司 请不到当地合适的美国人呢 哦 yes 这个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美国公司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职位 所以去打广告去请人 然后请到的来应征的人 全部都不适合 所以必须一定要请你这个外国人 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好听 然后非常好玩 对因为你想 如果你要硕士学位或本科学位 你要什么专业的 其实美国当地的话全部都有的呀 对不对 然后从那么多人当中 最后就选中了你这位外国人 对非常有趣 所以第一点是要这样子 我们通常一开始的时候 会先坐下来跟美国公司 还有你个人一起来研究 为什么美国公司需要你 这个职位 先听他们说 再来你过去的背景 你可以帮这家公司做哪些职位 我们再来一起分析 对不对 一家公司需要请你 可能不需要只是这个职位 可能有四五个不一样的职位 再来我们知道 这四五个不一样职位的时候 再来看哪一个职位的薪水高低 我们再来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关于薪水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打比方 你薪水的话就三四万 我觉得那个美国当地人的话 可能是不愿意来做这样子的职位的 对对对 那另外的话 这个薪水还分 它因为像这个的话 有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嘛 第四级当然是最高的 如果你最后选了个 那个最高的薪资十万 对不对 一个是可能公司刚刚讲的 那个知心能力也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 肯定有美国当地人 愿意来做这个职位的呀 对对对 好我们有了这四个职位之后 我们再一起大家来分析 对不对 因为要是就像陈律师刚刚说的 要是薪水非常低 可能没有人会来申请 对不对 要是薪水高 这个职位非常的高 然后你非常符合 那那样子的话 说不定很多人会申请 但是没有人够格 对不对 他们不fulfill这个qualification 因为可能当地的人 都没有到研究所 或者是有PhD 这个也跟这个家公司的 所在地有关 你是在加州 你是在洛杉矶 对对对对 对对 还有跟公司的要求也有关 也跟公司的要求 还有再来就是你的工作经验 是一年还是三四五年 对不对 你的经验有越多 然后是关于比如说 某一个软件系统的这个认知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这种certification 那样子的话 都对这家公司需要找你 像特别像你这样子的人 有这个成功率会比较高 对不对 对但是要提醒的话 就是说 我们有些客人有迷思 他以为说 就照我儿子的这个条件来定 我说这种客制化的呢 一定就会被审查 对对对对对 就很容易导致失败 所以他这个要求的话呢 就是其实有一个一般的标准 所以在制定这些要求啊 工资啊各个方面的话 他有点像就是带着那个镣铐在跳舞 就是你要知道规定 然后你要知道你这个要申请的一个条件 然后中间做一些取捨 因为你一旦到时候被审查到了 就有时候很难那个去argo成功 对不对 常常就是要做一个van diagram 移民局的要求 你这个小孩子自己个人的这个能力 还有公司的需求 这三个圆圈圈的一个中间点 对对对 到底是哪些职位 对 我们一起做下来好好的分析 是是是 常常很多人没有做这样子的分析 全部选一个就送件 对对对 像知道的话 有些就公司自定一个职位 他就直接就这样送了 但是其实那个职位的话 可能很容易就是说招聘失败 为什么一打出去 结果收到几百份的简历 最后几百个那个美国人当中 你怎么可能说挑不到一个合适的呢 绝对是要考虑 所以公司 虽然我们已经代表这些公司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EB2和EB3 他们完全不能超 对不对 因为每一个客人的这个申请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如果是小公司 不一定就是劣势 对不对 你公司小 有些美国人可能还不太愿意来这种小公司 对不对 那你薪资低也不一定说不成功 因为薪资低的话 那个人可能都interview就完了 然后觉得说 我要早下一下 对对对 那我们来听故事学经验 今天我们带来两个成功案例 第一个成功案例是一个软件公司 我们在加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软件公司 他们需要请的一个人 是一个有培训经验的人 这个不太容易 因为你软件公司一般都是请IT 为什么需要一个培训 因为你要培训其他软件的这些工程师 然后配合商很多这种教育 培训了解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这个软件公司也是比较大的 那这位客人呢 他人在中国 那全家在中国 那现在想要申请 申请过程 之后想要来美国 经过几次的这些沟通 我们选了几个工作职位 然后广告打出去了 对不对 广告打出去之后 这一个职位 有差不多七个简历进来 然后他们的这个HR呢 去审核 那审核的过程中 有些人根本没有培训的这个经验 所以把它删掉 那有些是根本没有上门 来做第二层的这个interview 他们只是投减 自己放弃了 自己放弃了 因为公司说 好那我们想要在这一天 做一个这个interview 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有些打电话进来的 真的是想要的时候 他们接下来说 这个四万二的薪水 有点太低 他们想说做培训的 我们最少要五万六万以上 对不对 那样子的话 公司就说 对不起我们的职位 就是只有这四万 所以他们也就被放弃了 这样子的 对 其实现在这个薪水问题的话 确实 因为如果就业市场好的话 他们可能薪水要求就会更高 像我这边的话 有一个案例也是 它是针灸诊所 那这种的话呢 其实是很特别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在加州这边的话 没有那个执照的话 是不能来这个职业的 所以当时呢 其实是有两家在 都在征人 因为它特别特殊嘛 其实美国人 你说谁来学这个针灸 而且是针灸执照 所以很多都是中国人 那结果呢 有一家那个针灸诊所 其实规模相对比较小 而且门面也不太好 那这个的话 真的是没有人投简历 有可能的话 在网址上面 查了一个网站都没有 对不对 他就觉得你这个 可能随时都不行了 对对对 另外一家的话 那情况是比较好一些 而且历史也比较悠久一些 所以呢 是有人投简历 但是呢 因为这个要求的话 也比较高一些 他又有硕士学位 然后呢 又有这个执照 结果投简历的人当中的话呢 有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说 金也比较足 他直接说可能 他的按时薪来计算 按时薪来计算的话 那就很高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位的话呢 也直接看过说 他说我用20年的这个经验了 好 而且拿执照都拿20年了 那你这个的话薪水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薪水才3万多 他说那这种的话薪水不行 那最后的话 其实都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谈不拢 那当另外一家的话 有可能是门面 还有规模大小 就没有人来投简历了 哇 那样子的话 所有人认为 你要招聘之前 把门面把它做得差一点 是不是这样子 那倒不至于 那因为他那家公司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注重 这个外在的 我觉得他有可能 客人的话 都是靠这个介绍 什么的 所以他没有去整理 他的这个门面 所以有可能 在导致这个硬片的时候呢 人家觉得 还是有一些看外表嘛 对不对 那当你如果是申请 这种硬片移民的话 对于这个申请的话 多多少少 其实还是有利的 对对对 所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你要做一个申请的时候 你跟其他的这些 competitor 其他的这些竞争者 同时一起打广告 对对对对对 你如果在那个招聘广告上面 有很多类似的职位 对不对 人家的那个待遇都比你好 那当然 就是说 美国人的话 肯定不会投你们家公司 或者是投你们 结果没来应征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秘密 那当然 有各式各的方式来证明 你这家公司 真的非常需要这样子的职位 但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人来投 或者投的都不选你的公司 你非常需要 所以移民局 拜托拜托 请你让这个外国人籍 过来美国 帮我们工作 否则我们公司就可能垮了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好 今天的案例非常有趣 其实在实际当中的话 实际发生情况 应该是更复杂 更多样的 那基本上你怎么样子 证明说找不到这个美国员工呢 有时候一直要看到最后 因为即使有很多人来应聘 不一定每个人的话 都愿意来嘛 那最终的话 他自己放弃的话 也是你的成功 对不对 好 那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听 先到这里啦 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